假設一點 座標是負射 P點座標是7跟8 PQ這兩點都在X走的上面 題目告訴你 P跟Q都在走上面 表示他們的外座標都是好 都是你 現在有這個觀念 在PA加PB的最小值 我如果要找到PA加P如果是最小值的時候 那P點座標也能夠上 還有QA-QB 取9列子的時候要最大值 那這時候Q點座標是多少 為什麼要取9列子呢 因為QA跟QB 誰大學我不曉得 那減完之後 要是最大的話 我要取正的 那這時候Q點座標跟等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那這邊我們用實際的圖形來畫畫看 A點座標要負4的Y P點是7跟8 所以圖形把它畫大一點來看 A點座標要負4的Y 78這是B點 A點是負4二 P點在這裡負4二 好 P跟Q是在外面走上面 所以Q點是在這個 我們先找第一個問題 P點是在這個S上面跑得好去 好 假設我們隨便找一個點座標 假設它落在這個地方 那這時候PA就當PV 我要最怎樣 最小值 那我如果把這個P點落在這裡的話 這個時候連結起來 這個是什麼生長型 這是不是一個生長型 對 這是一個生長型 生長型 PA加PV 這是生長型的兩個邊 兩邊會大於13邊 所以這時候AB是不是最小的 好 那我要算PA加PV 是不是等於PV再加P在這裡一段就好 那現在這一段 我要把P點找出來 可是這P點怎麼找才是真正我要的 我們透過同一點 對稱點的找法 我從A點做一條垂直線下來 好 找A點在S上面的對稱點 好 注意囉 我A點座標剛才講這次負四多少 2 所以看得對稱點坐下來 這兩個單位 所以這裡也幾個單位 兩個單位 一個 兩個 所以這個還在這裡 A brown點座標 會負四 負緊 負二 好 做完以後呢 你把A brown點跟B點呢 連接起來 我把他連接起來 這邊你知道嗎 好 圓起來了 你發現他跟你的手有沒有交一個點座標 有 那這個點座標P點就是我們要的 那這樣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A點做垂直線垂直線 垂直線走之後 這兩段的長度怎樣 一樣的 然後後手心的這個散場型跟這個散場型 兩個會互相全等 對不對 會全等 所以這段的長度跟這段的長度不一樣 一樣 因為我的S0-A brown的中垂線 所以我要加P加PB 那最短是不是直線 兩個直線距離是最短的 所以A brown我知道了 B我也知道 B點座標是7-8 所以7點的座標給我找出來 可以 那就是A brown B這個直線跟誰的交點 跟S0的交點 所以第一個 他要問的是 PA加PB最小值是多少 PA加PB 我的最小值 他剛好就等於我們圖兵上的A brown B 是不是正短點的距離 距離公司剛剛講過 所以多少 7-4 7-4 11的平方加上8-2 8加2 10的平方 所以等於根號 根號221 對吧 嗯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才翻譯 所以這第一個我找到最小值 那時候P點怎麼辦呢 我們把A brown B的直線找出來 現在是不是兩個點 兩個點可不可以寫協力 可以吧 那我們就用2-4的公式來寫 好 所以寫一下答案 用B點減了一點 8 協力 8減負2 8加2 10 8減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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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y減負2 等於11乘2 多少 22 這在右邊對不對 4乘10多少 40 40一向負2減40 所以22減40 負緊 負的18 就是一向而已 所以我的直線方式找出來 那P點座標呢 我只要例5y等於多少 5y等於0 你的s就等於多少 負的10分之18 也就是負的5分之9 所以P點的座標 等於負的5分之9 y座標多少 0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PA加PP 如果它是最小值的時候 最小值會等於跟它221 而這個時候的P點的座標 等於負的5分之9有多少 0 就是我們從固形上面 需要把它找到的 ヽ ノ 3 28 ron